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8月2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討論屯門有個老公持刀指嚇老婆 討論甚麼原因又出刀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跟進昨晚油麻地果欄有一件意外 有一架私家車失控 產上路中卡板 大批水果被撞爛了 現場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衝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再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屯門夫婦疑似因為金錢問題起爭執 80多歲臭底的丈夫納賽刀指嚇妻子被捕 報道幾天內 提到屯門發生刑事恐嚇案 昨天8月1日晚上10時多 據報有個星臨86歲的男子 懷疑和70歲的妻子在安定村的單位因為金錢問題起爭執 期間 男子突然拿起一把長藥30年米長的菜刀 並以言語恐嚇妻子 警方接報道場經初步調查 該名男子涉嫌刑事恐嚇被捕 事件中幸好沒有人受傷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對夫婦的年紀很大 姓林的丈夫86歲 妻子都70歲 因為金錢問題起爭執 男子拿起一把長藥30年米長的菜刀 幸好沒有釀成意外 另外亦提及這件事故 根據HK01的報道 由馬地果欄私家車失控 剷上路中的卡板 大批水果被撞爛 報道機內文提到 由馬地發生車禍 凌晨2時多 有一部Tesla電動車 沿勵長道往窩打路道行駛 投資窩打路道與渡船街交界 即是果欄對開的十字路口 突然 失控狀況擺放在路中間的一堆卡板 全車彈起 繼續衝前10米過後 被一架電池車卡住 才止去世 全車在卡板上動彈不得 大批水果被撞爛 車上的男司機受輕傷 需要由救護員到場自離 事件中 幸好沒有果欄的工人被撞傷 現場消息指有人報稱暈暈倒致意外 警方正在調查事件 據現場工人說 被撞爛約摩10板貨 當中包括木瓜 芒果 梨等水果 估計損失幾萬元 幸好私家車被積車卡住 否則有可能繼續衝前 撞到其他人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說這架電動車 當時司機應該暈暈 撞到路中間的卡板 不過這件事的責任誰屬有待調查 加上那個位置應該是行車路 不過行車路上有些卡板上有水果 大家知道 走過油麻地果欄 大概都知道那邊的路面情況 但若然在行車路上撞爛水果 司機是否需要賠 還是責任誰屬 看來仍有待調查 另外亦提及今早三隧分流的情況 根據AM730的報道 林世雄局長說 經西隧的士較以往多五成 西隧收費停的意外涉及的士及私家車 報道機內人提及 三隧分流633方案在今天8月2日實施 三條過海隧道的私家車隧道收費重新調整 其中紅隧、東隧同步加價至30元 西隧便減價至60元 而的士三隧便劃一收25元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今早表示 港府凌晨收回西隧的經營權 直到早上三條隧道運作暢順 由凌晨到清晨經西隧的的士數量 比以往增加五成 另外西隧收費停今早發生交通意外 涉及一格私家車及的士 現場一度出現車隧 現場所見的士車尾被撞凹 私家車車車頭損毀 由拖車拖離現場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今早早西隧的收費停亦出現意外 據報是和的士與私家車有關 一度有車隧 另編雙因為價錢不同了 的士今早多了五成行西隧 因為一收25元 紅稅的情況如何 還要看到幾天 看看全港最擠迫最塞的紅稅 情況如何 估計分別不大 另外亦轉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食樓水蝦宵夜放題要求加蝦 怎知適應這樣做 食客就很失望 覺得自己好像阻人下班 宵夜放題收多少錢 收680元 報導的內容問題多了 有位網友在Facebook群組 飲食黑店大傳撰寫貼文 表示近日想吃流水蝦放題 但因爲男朋友工作關係 兩個人只能選擇在晚上9點至凌晨12點的宵夜時段 兩人在晚上10點入座 就說合了兩鑽蝦十幾隻 打算再吃的時候 就發現水缸裡已經沒有蝦 於是向食樓要求加蝦 食樓聽完過後表示 不能加了 不如我去廚房拿給你吧 想不到對方期後竟然把兩盆死蝦送上桌 食樓和男朋友頓時感到惡然 心想不是吧 我們剛剛坐下半小時也沒有 特意來吃流水蝦 你幫我夾好了 那還有什麽意思呢 到當晚11點 食樓主動詢問食樓和男朋友 是不是需要加單 他於是要求再加蝦 不過對方就解釋 其餘的蝦已經放進去廚房的雪櫃 又向事主指如果不需要凍櫃裡的其他食物 都會準備一併放回雪櫃 事主大室索網 自之前已經光顧過那間餐廳幾次 認為服務質素不錯 但這次好像中了服 他又說當晚的宵夜時段 只有他和男朋友一台客人就說 有十幾個員工在等我們吃完收拾東西 我們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好像阻礙人收工那樣 好心只剩一兩台客人 就讓員工逐點逐點收工回家休息 事主亦都分享了收據照片 看到這次兩人用餐 盛惠一共680元港幣 食出一吐氣 他建議餐廳宵夜時段 如果客人不多 其實就可以提早關門 就說如果開門 麻煩做好一點的質素 不要令食客又吃得不開心 又令員工難做 大批網友都留言指餐廳的做法不當 就說擺明是趕客走 亦有人說吃到這個樣子 真是慘過買外賣 亦有人說未夠時間關門 就收了食物太過份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比著你花了六百多元 兩個人去到一個宵夜時段的放題 宵夜時段是說明的 吃到十二點鐘 不過去到十點多鐘 已經沒有你想要的東西了 流水蝦沒有了 整個水缸是刺的 十一點鐘再想加蝦的時間 蝦都回到冰箱 你又會怎樣呢 市主都吃到一套氣 亦都寫了上網 不過用詞都相當溫柔 跟老闆說 若然你晚上不夠蝦 你就不要硬做了 這個滑多滑少也反映香港的經濟情況 大家知道現在北野城已經不見了 十點半後 街上找一個人也沒有 感覺上那些店鋪都關門 當然這間店鋪照樣開宵夜時段 結果整個宵夜時段只有一台客 結果十幾個員工等你吃完倒桌 想快點 早點下班 於是反建議的老闆 如果晚上宵夜時段沒有人 你不如索性關門 這個情況不知道各位網友怎樣看 不妨劉國賢一起聊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東涌有男子在房間燒炭死亡 母親揭發可惜太遲了 報導的內文提到 東涌發生燒炭案件 在今天8月2日凌晨3時多 警方接獲一名女子報警 指懷疑她姓國的27歲兒子 在日東村結日樓的單位房間裡暈倒了 救護員接報到場經檢驗過後 證實男子當場死亡 發現她身邊有一盆燒灰的炭 警方在現場檢獲為輸 據了解事主疑似因為金錢問題不開心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怨死者安息年紀很輕 竟然因為金錢問題而想不可以做傻事 相關的事因仍有待調查 我是狂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